一個77歲姓林的伯伯 週二在壽茂坪安達村商場 地下一間便利店持刀行劫 有警員一度瓊槍 現場消息說伯伯對店員說要買煙 但沒有付錢 反而拿出一把大約長30厘米的刀 指嚇店員並且聲嚴打劫 當時兩個店員躲進倉庫 伯伯大約兩分鐘後自己離開 但當店員返回店面 伯伯再遲刀出現 這次更加指嚇要錢 50歲姓梁的店員打電話報警 伯伯就往寶達村方向逃走 警方接報到場 在距離便利店大約100米外的商場位置 發現伯伯正逃跑著 伯伯兩刀指嚇一個便裝警員 兩個人只是隔兩米 警員發出口頭警告不過 於是擒槍阻嚇 然後將他制服 伯伯涉嫌行劫被捕 他額頭受傷需要送院治理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也檢走香煙和利刀等證物